我和我老公是在大学期间认识的 那个时候我和他是同班同学 他的成绩也非常的优秀 因此老师也很重视他 有的时候我还会经常让他帮我补习一下功课 他也很乐于助人 每次都在给我复习功课的时候都非常的有耐心 时间久了我慢慢的对他产生了好感 于是有一天放学的时候 我和他一起走出校门 然后我就向他表明了我自己的心意 我们都知道男追女隔坐三 女追男隔成三 当他听到我这样说的时候 他就立马同意了和我交往 于是就这样 我们两个人每天都会一起去上课 然后放学之后一起回家 在大学期间他对我非常的好 紧接着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 于是我们就商量着 把双方父母约出来见面 当双方父母见面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反对 所以就这样在父母的办理下 顺利成章的结婚了 因为我老公家里条件不是很富裕 所以在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的父母也没有问他们要彩礼钱 反倒还给了我十万块钱作为嫁妆 这让我感觉到很是开心 因为我是家里面的独生子 所以我的父母一直都把我当作手心里的宝 我父母他们只希望我在婚后的时候能够过得幸福 婚后我们一家人也相处得非常融洽 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就被检查出怀孕了 知道家里人很是开心 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人都希望能够尽早地抱上孙子 然后在晚年的时候就能够想亲服 渐渐地十个月过去了 在我坐月子期间 我婆婆他们一家人对我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并且有的时候我的婆婆还对我老公说 女人在坐月子期间脾气都会很大 一定要多担待我一点 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婆婆对我真的是太好了 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去报答她 紧接着孩子就到了满月的时候 可是令我没想到的是 在这次孩子拜满月酒的时候 我的婆婆竟然要求孩子拜满月酒所收的礼钱 全部都归她 我当时一听就很生气 因为当初我和老公结婚的时候 礼钱都是婆婆收的 那个时候我并不反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结婚都是父母一手操办的 婆婆他们理应把这个钱收去 可这次明明是我自己的孩子拜满月酒 我不明白婆婆为什么要把这个钱也给拿去 就在我跟婆婆争吵非常激烈的时候 我老公竟然向着我的婆婆说话 并且还对我说 你这个不通情达理的女人 就因为这些小钱和我妈妈发生争吵 当我听她这么说 我心里就非常的难过 于是一气之下 我就抱着孩子回到了娘家 于是我就和我妈说 如果这几天之内我老公不来找我 我就会和她离婚 果不其然已经过去了五天 她都没来我家找我 我一气之下给她发了消息 提出跟她离婚 可这时我竟然看到手机屏幕亮了一下 原来是她发过来的消息 当我打开手机的时候 突然发现有一条转账的消息发过来 我一看惊呆了 原来是我老公给我转了十万块钱 她跟我说 这些钱就当做了我补偿 当做她妈妈拿了孩子满月收来的礼钱 我当时看到我老公这样说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并且我老公还在信息上说到 离婚之后房子全部归我 并且每个月还会给孩子抚养费 以及生活费 对时间就让我改变了心意 我觉得这个男人也愿意为了我 去向亲戚朋友借钱来得到我的原谅 真的是一个好男人 于是从那一刻起 我就决定不要和她离婚 我觉得如果我这次放开了她 那么将是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